好前面我们谈的是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那接下来看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与固定资产有关修理费用的后续支出 如果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 那当然就不能资本化 应当在发生的时候 分不同情况 可能进入管理费用 可能进入销售费用 那也可能进入制造费用 与行政管理部门有关的固定资产 发生的日常修理费用 那我们计管理费用 如果说有销售分支机构 发生日常的修理费用 我们应该把它进入销售费用 那以前谈的说 生产车间使用固定资产 发生的日常修理费用 也是计管理费用 今年教材在这有这么一点变化 说与存货的生产和加工相关的 固定资产修理费用 按照存货成本原则进行处理 实际上这句话说的是 生产车间使用固定资产 发生的修理费用 应该寄到制造费用 最终构成存货的成本 其实我是同意这种做法的 但是在我们书收入费用利润的一部分 管理费用核算内容 仍然还是涉及 生产车间使用固定资产 发生的修理费用 把它寄入管理费用 那我想考试呢 可能会回避这件事情 工作过程中 人家寄到管理费用 咱也别说什么 就作为注册会计师来讲 他要寄入存货的成本 你说好好好 就行了 然后再有 以经营租赁方式 租入固定资产 发生改良支出 那我们要资本化 把它作为长期待贪费用反应 以后合理进行贪销 那比如说 以经营租赁方式 我们租的建筑物 然后对它进行改良 那建筑物本身肯定是 出租人的固定资产 不是我们成租人的 结果在改良过程中 比如说 打了弄了好多房间 有大有小 有的小的 打了好多隔断 发生很多支出 我们租赁的时间是十年 那你应该把这些支出 在十年里面分期往费用里面寄 或者成本里面寄 那叫合理贪销 把它反映到长期待贪费用 然后再谈 那下面关于固定资产的大修理 比如进行定期检查 发生大修理费用 要看它符合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我们应该资本化 最终形成资产成本的内容 如果说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我们要把它奋用化 这是教材上 今年新加的这么一点 那对于固定资产 在定期大修理期间 没有特别的说明吗 还是要具体折旧的 但是实际上来说 正常的准确的 你要是属于更新改造的这种情况 最终呢 要是金额比较大的更新改造 即再进工程 因为处于更新改造过程中的固定资产 不提折旧 那如果说这个大修理最终是废话的 那你肯定是要提折旧的 没有特别说明 讲固定资产在大修理期间 还是要提折旧就完了 那我们在前面也谈到过 再次明确一下 谈到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应该是固定资产原价 减去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然后再减去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构成它的账面价值 我们看下面一个题目 16年的1月3号 甲公司对现有的一台生产用机器设备 进行日常维护 维护过程中领用本企业原材料一批 价值是9万4 支付维护人员的工资是2万8 我们不考虑其他相关税费 看着分路怎么做 那你这个维护都往费用里寄呗 那比较简单 领用材料了 带原材料 我们费用化的把它记录到管理费用 那借房借管理费用 维护时的人员的职工薪酬 带应付职工薪酬 借房借借管理费用 体现费用化 那下面我们看第三节 固定资产的处置 在这一节里面有四个问题 一个是固定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 第二个固定资产处置的账目处理 第三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考试经常在这做文章 然后第四固定资产清偿 这是教材今年有那么一点变化的地方 就把固定资产盘盈也放进来了 原来只是谈到盘规挥寸 第一个问题 了解一下 固定资产终止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 应当予以终止确认 你只要满足每一个 你就要终止确认 不再作为固定资产反应了 一个说该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 处置状态终止确认 我不要他 然后说预期通过使用和处置 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那也要终止 我不符合资产的概念了 资产一定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你现在你使用也不赚钱了 处置也都不行了 你留着干什么呀 终止确认 这是条件 那第二个问题 固定资产处置的账务处理 就怎么去做 比如说把固定资产给卖了 或者说非和平资产交换的形式给换出去了 债务重组方式抵债了 也可能对外投资了 这都是体现一种固定资产处置的概念 在进行快据处理时 设置一个核心的账户 叫固定资产清理 那涉及固定资产处置 我们要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先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那比如说转过来的时候 借房借固定资产清理 然后累积折旧 如果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代方代固定资产 把它给转进来 那之后清理过程中有变价收入 我们会借进银行存款 代固定资产清理 标记有增值税的话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交向税购 那支付清理费用 借房借固定资产清理 代方代银行存款 核心账户就是固定资产清理 清理是用残料入库了 我们材料入库 借方借起原材料 代方代固定资产清理 都是跟固定资产清理 对应 清理完毕之后 我们要把固定资产清理 给截平 转到营业外收入 或营业外支出 因为你想固定资产清理 绝对不属于日常活动 我们的做法就是 要是固定资产清理 有净收益 原来固定资产清理 代方发生个比借房的多 有净收益 那把它转到营业外收入 借固定资产清理 代方代营业外收入 一旦有清理净损失 那就借营业外支出 代方代固定资产清理 这里的营业外支出 是典型的计入当期损益的 利得或损失 不说过吗 利得损失 有的直接计入所有的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有的是影响损益的 典型的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当然其实我们见到的 像资产减值损失 公元价值变成损益 投资收益 这也是体现一种 利得损失的概念 那接下来呢 说第三个大的问题 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 你要说它的重要性 这一章里最重要的 绝对不为过 把它排第一 这一块的处理必须清楚 什么叫持有代售 以固定资产为类来看 说法说 满足三个条件的资产 都是持有代售的 一个说已经就资产 或者资产组的处置 做出决议了 这里可能会说 董事会已做出决议 这是一个 一是 那第二个 企业已经与受让方签订了 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 第二个签协议了 我这项资产 持有代售 准备卖给所有 跟他已经签协议了 不是说自己在这 我想卖了 卖谁呢 不知道 那不叫持有代售 那买方必须签订协议 然后第三说 这项协议转让 必须在一年内完成 这才叫持有代售 我真的要卖了 因此呢 到这儿就会看到 既然转让在一年内就要完成 那你说要把非流动资产 划分为持有代售了 报表上是作为流动项目 也是还是非流动 我们资产是分流动非流动 负债也是分流动非流动 当然就流动 流动不说一年 或长于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 对于资产来讲 变现或耗用 对于负债来说 要进行偿还的流动 那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如果说属于固定资产 划分持有代售 不提折旧了 划分持有代售的当月 当然还有提 因为说当月减少固定资产 当月照提折旧 但是 下一个月就不要提了 以东克人签协议了 不在你这边用这项资产了 你还提折旧 提折旧往哪里寄 好意思还寄 这是要明显的概念 那下面说 我们的谈到持有代售 可能是单项资产 也可能是储职组 那这个储职组里面 有可能是包含负债的 说既有资产 又有负债 它是一个整体 完全有这种可能性 不过好事实呢 往往一般都是以固定资产 或者无形资产来出提 当然持有代售的 我们也说了 也可能是长期股价投资 刚刚谈到 还可能是资产组 那下面讲 说企业对于持有代售的 固定资产 这是准则上的话 应当调整 该项固定资产的 预计进残值 这话说的 档次有点太高 他想表达什么事 就是 如果说把固定资产 化归为持有代售了 化归为持有代售 那个点上如何对他进行计量 计量应该要体现 就是 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用后的进额 因为你化分为持有代售了 跟人签订不可撤销的协议 那个协议的价 就是公允价值 那你化分为持有代售 说以后我要储值了 会有一些储值费用 叫做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用后进入 与化分为持有代售时的账面价值去比 哪个低 按哪个计量 要达到这个效果 那他说 我化分为持有代售 那时刻有多少账面价值 他认为就是残值 说这个残值可能还调 比如说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用后的进额比他低了 还得调 那就说这个事 那这不就说吗 使这项资产的预计性残值 能够反映起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用后进额 储值后的进额 但不得超过符合持有代售条件时 该项固定责产的原账面价值 原账面价值高于调整后 预计定残值的差额 作为资产减去损失 递入随利 多啰嗦 假如说化分为持有代售那时刻的账面价值 是 一万 不正常的呀 化分为持有代售了 有多少账面价值 原价兼累积折救 然后说跟别人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了 不可撤销转让协议那是9000 那假定呢 没有储值费 要表达的就是 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以后的进额 与化分为持有代售账面价值账面价值输地就完了 那你得反应9000 他认为说那我这个一万呢 既然已经化分为持有代售了 就是预计净残值 而我们一般谈到预计净残值呢 说的是什么概念呢 这项资产预计使用十年 十年之后有多少残值 预计净残值 那么个少 他就这么说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要体现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以后 净额 与化分为持有代售账面价值输地 如果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以后 净额9000 账面价值是1万 所以就要提1000的减值准备吗 那体现一个低啊 那如果说跟人签议的协议是 1万1 你挑什么呀 现在的账上的价值是1万 你一下帮一下挑1万1 那还是历史成本吗 历史成本是维持原来的数字 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准备上比较路过俗 那在进行处理时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要清楚这件事情 你就知道 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以后计额 注意这里面不用可收回计额 在资产减值的一章 大家会见到可收回计额的概念 那为什么不是可收回计额 可收回计额说的是 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以后计额 然后未来现金流量限值较高者 我们已经划算为持有代售了 不是用的生产产品了 哪还有未来现金流量限值啊 所以就是叫公允价值减去储值费以后的计额 就完了明确这个事 这是说持有代售 明确有三个条件 然后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化分为持有代售固定资产 化分为持有代售 以后不提折旧 可能对待提减值准备 公允价值减去储值分用金额 要是比化分为持有代售 是账面价值低 提减值准备去 报表猎豹 流动 如果说是属于资产 在流动资产部分猎豹 是负债 负债的当然指的是储值组里有负债的话 那作为流动负债猎豹 你不能说我单独把一项负债 化分为持有代售 一定是一个储值组 里面含负债 还是这种情况 那接下来再看说某项资产或储值组 被划分为持有代售 但后来不满足持有代售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企业应当停止将其化归为持有代售 并按下列两项金额较低者计量 比如说 我们已经跟A公司签订了 不可车销的转让协议 说明年的 再过两个月 就要把这项资产卖给他 别也都签了 结果 后来就不满足持有代售固定资产条件了 最终这个公司的老板 被带走了 出大事 结果公司破产了 那就不划归为持有代售了呗 一旦这种情况出现 怎么计量 一个说 该资产或储值组 被划归为持有代售之前的账面价值 按照其假设 没有被划归为持有代售情况下 原因确认的折旧 贪销或简直进行调查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不说了吗 划归为持有代售 我们不提折旧 那现在不是了 你划归持有代售的时候有一万 好了 又过去了撒月 这撒月呢 你应该把该提的折旧给补上 那无形资产该提的折旧都贪了 进行简直测试该提提了 有这么一个数 正常核算的账面价值 然后再有 说决定不再出售值 不再划归持有代售了 可收回金额 这个时候要算可收回金额了 别对不是简单的什么供应价值 减据数值配合金额了 因为我确实不划归为持有代售 自己要用了 自己在用就会有生产产品 未来现金流量啊 哪个提仰的哪个来反应 你说可收回金额高 那维持正常的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要低 再提减值呗 所以原来是化归为持有代售不提折旧 以后呢 又转回来的时候 这个折旧不是从转回日开始集体 应该认为 原化归为持有代售那时刻 就要提折旧的 往前要追溯 这不说吗 假定 没有被化归为持有代售情况下 原提的折旧 要考虑这个 你没有划分 那你前面那几个月 都要提折旧 那对于呢 什么无形资产 其他的被流动资产都比照处理 就可以了 前面也说过 持有代售资产 你要作为流动资产劣势 持有代售的负债 不是组里面流动负债 这注意的概念 好我们看16年考试的 一个多选题 为整合资产 假公司14年9月 金融董事会决议 处置部分生产线 14年12月31日 假公司与已公司 签订某生产线 出售合同 合同约定 该项交易 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10个月内完成 原则上不可撤销 但因外部审批 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影响的除外 如果取消合同 主动提出取消的一方 应向对方赔偿损失 360万 生产线出售价格 为2600万 假公司负责 生产线的拆除 并运送至已公司 指定地点 经已公司验收后付款 假公司该生产线 14年年末 账面价值为3200万元 预计拆除 运送等费用 为120万 那就说我们告诉了账面价值 生产线的出售价呢 是2600万 其实就是一个公允价值 然后预计拆除 运送的是120万 那你要说公允价值 减据处置费用的金额 要把120万给扣了 15年3月 在合同 实际执行过程中 因已公司所在地方政府 出台新的产业政策 已公司购入资产 属于新政策禁止行业 已公司提出取消合同 并支付了赔偿款 不考虑其他因素 然后说下列 关于假公司的上述事项的 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A 自15年1月起 对你处置生产线 停止既提折旧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是不是持有待兆 董事会做出决议了 三个条件吗 一个是董事会做出决议 然后第二个说 和受让方签订了 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 那这里面 已经签订协议了 生产线的出售的价格 是2600万 这已公司签订了 所以这里面 签订了出售的协议 那个价格是2600万 那至于呢 付那个赔偿 那是违约的事情 然后再看 转让是在十个月内完成 这不第三吗 这是典型的一项持有待兆 生产线固定资产 和一项是一项持有待兆固定资产 那划分为持有待兆了 什么时候划分呢 14年底 14年底还有提折旧 但15年的1月份 就不再提折旧了 划分为持有待兆吗 所以这对的 没问题 好 再看币 14年资产负债表日 该生产线猎豹是3200 这3200算算没 这条生产线 14年末的账面价值3200 但是我们还得看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进口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金额 比它低 你要按照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金额来进行反应 那这个没问题啊 供允价值2600 预计发生的处置费用120万 2480 2480 你再和什么比啊 和账面价值3200 所以 报表上劣势的 肯定不是3200 要多少 2480 所以B就不对 再看C 15年将取消合同取得的已公司赔偿款 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那这种赔偿 你不能算日常活动 算你的主营业务收入去 你说我就靠这个 取得收入不合适 那就应该营业外收入 所以这个也没问题 B呢 415年3月 知晓合同 将于取消时起 对生产线恢复 具体折旧 是这样的 你不是说 知晓合同 将于取消时 对生产线恢复 具体折旧 我们还有一个追溯的事 原来是划分为持有待受了 现在 已经不是持有待受 我们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你要认为 说这项资产 原来还要既提折旧 比如说我们当时从 15年的1月份 已经停止提折旧了 那你应该从1月份 那个就奥黄辉补 不是说 从3月这个时刻起 归附提折旧 把原来 划分为持有待受 那两个月 折旧得给补上 您不说了吗 你要是取消 划分为持有待受 这10个资产 都是什么计量 就是你原来正常认为 没有划分为持有待受 该提折旧 提折旧 该简直简直 算出一个账面价值 然后在这个点上 比如说3月份 再算一个 可收回金额 哪个低 按照哪个发言 这么说 所以D不能选 这是个多选题 这多选题 稍稍有点难度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多选题 经董职会批准 甲公司16年9月30日 与乙公司签订一项不可撤销的销售合同 这也是啊 董职会批准 签订了不可撤销的合同 这是说持有待受两个条件都有了 然后将位于城区的办公用房 转让给乙公司 合同约定办公用房转让价格6200万 乙公司应于17年1月15日支付上述款项 公允价值6200了 转让是在一年内完成哦 这有待受 16年9月份签证 17年的1月15号 一年内完成了 甲公司应协助乙公司于17年2月1日前 完成办公用房所有权的转移手续 甲公司办公用房 替11年3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并投入使用 那我们知道11年到16年 过去了五年半的时间 因为11年的3月到16年的9月 成本是9800万 预计使用年限20年 预计净残值200万 用年限平均法提折旧 至16年9月30日签订销售合同时 未计题简值准备 下列会计处理中正确的有 A 该办公楼至16年9月30日 累计计题折旧2640万 那我们得计算 过去五年败的折旧这个算数 B呢 该办公楼16年 应计题折旧360万 我们要注意16年提折旧的时间只有9个月 16年9月30日已经划分为持有代售了 10月份不会再提折旧 前9个月还要提 那到时候也得经过计算来进行判断 C 该办公楼16年9月30日应计题简值准备960 你得看看到底提不提简值 也可能不提呢 一旦划分为持有代售时 供应价值减去储值分以后的金额 要比划分为持有代售时账面价值高 我们不提准备的 D 该办公楼16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上 猎豹金额7160万 那9月30日要编报表猎豹的 必须体现 公允价值减去储值非应用净额 划分为持有代售时账面价值输地 哪个地选哪个 这么个过程 好了我们看一看计算的过程 16年到16年9月30日到底提多少折旧 固定自然取得时的原价是9800 预计净残值200 那这是预计净残值 9800减减200了 预计使用年下20年除以20 好了体现每一年的折旧 这没问题啊 除以12每个月的折旧 11年3月份取得的到16年的9月30号 5年半的时间66个月 乘以66个月 我们算的是2640 所以你看 累计计题折旧2640 没问题选项而已正确 那再看办公楼16年提多少折旧 每个月提的折旧 就刚刚说过9800减200除以20 每一年的除以12成是每个月的 那在16年绝对不是提折旧提12个月 9月份化归维持有待收 固定资产当月减少 当月照提折旧 但10月份开始就要不提了 9月的时间吗 提了3.6 3.6 我们接下来看 16年9月30号 原来正常核算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原价9800 点去过去五年半提的折旧 2640等于7160 然后呢 我们看看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计格 公允价值转让价吗 这是公允 签订不可撤销转让协议啊 那这就是公允 没有涉及到处置费用 那考试时也有可能再给你处置费用 所以这个题目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净额就6200 而划分为持有待收时 原来的账面价值7160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净额 比划分为持有待收时账面价值低 第6960 那960就得提准备的数呗 那这里说提准备960 卷项C也是正确的 列报数 当然6200 因为提完折旧之后 这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啊 变成6200了 都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一块主要解决的就是 持有待收的资产 比如固定资产 划分为持有待收时按照什么计量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净额 与账面价值数低 哪个低按照哪个计 一旦 要说卖掉的这价格是8000万 那我们列报数7160不动 不能给他敲高了 敲高就违背历史成本 所以划分为持有待收时 这几点要清楚 划分为持有待收之后不提折旧 可能面对着提减值的问题 列报的时候作为流动资产列报 接下来呢 第四个大的问题 固定资产的清偿 对于固定资产清偿 就可能会涉及盘盈盘亏 一样的盘盈的 食物有账上没有 那固定资产盘盈 有时是这样出现的 我们买来的固定资产 比如十台 人家来个十送一 送一台 那结果呢 我们入账时 让张十台入的 就把支付的价格 都分到十台里去了 那一台当时没有反应 最后一盘点多出一个了 盘盈了 还有可能是别的情况 存货部分也跟大家说过 不要认为好像一盘盈 而就是好证 盘盈就是管理上的问题 那一般对于固定资产盘盈 往往不是当期发生的固定资产 有当期的可能就找到了 往往都是以前的 因此我们在进行处理时 固定资产的盘盈 是把它作为前期差错处理 通过以前年度随意调整科目来核算 并不是把它寄到当期的盈利外收入里 盘盈时按照重制成本 借方借固定资产 代方代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一般我们确定的时候 比如说这项固定资产 8剩新 如果说现在购置全新的是1万 那我们应该就按照8000来进行反应 盘盈时按照重制成本 考虑到成新率 寄到固定资产 不要再出现说那我干脆借固定资产1万 带了一几折就2千 反应数5%不要 就是固定资产 是多少反应多少 然后代方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 把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你要去调 7出留存收益 所以在座借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代方代盈余攻击 利润分配为分配利润 调7出留存收益 盈余攻击为分配利润合计 是体现一个留存收益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 固定资产盘盔盔的会计处理 盘盔是说 账上有 实物没了 我们这里面 盘盔要通过代处理财产 随意科目核算 让大家知道盘盔固定资产 肯定是不符合固定资产的 不符合资产定义 绝对不会把代处理财产 随意出现 介方余额反映到资产负债表里面去 那怎么做呢 就说盘盔是 要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代处理财产随意 介方借记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减制准备 代处理财产随意 然后代方代固定资产 介方借 这些 介绎代处理财产随意 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制准备 代方代固定资产 就把盘盔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代处理财产随意 有材料入库的 那我们借记原材料代方代处理财产损益 如果这一部分能够找到过失人 由过失人赔偿部分 介方借记其他应付收款 代方代处理财产损益 这样做 我们要注意的概念 就是最终盘盔固的净损失 往哪进 地道英里外之处 绝对是非智商活动 当然对于像存货的盘盔固 固定资产盘盔 要经过一定的权限报批的 批准之前 你也不能说到资产负债表之时 代处理财产损益出现余额 不余额你不认为反映到资产负债表 资产生去吗 不行 所以自己先处理 那我们自己处理的结果 和最终的不一致 再进行调整 大致知道这概念就可以 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考虑到资产的定义 资产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是这么个事情 那下面呢 就是把这些盘盔 毁损的会计处理 我简单做一个小结 对于存货 如果是属于计量插座管理不善造成的净损失 我们会计处理的时候把它进入到管理费营 它存货 然后如果属于工程物资 那你建设期间盘亏报废回损的净损失 进入工程成本 完工后发生的盘亏 发生盘亏报废回损净损失 你完工了 再往成本里面寄不进去了 寄到营业外支出 这样没 对于固定资产 盘亏的净损失 营业外支出 这得知道 所有的这些资产 要是非常原因造成的净损失 营业外支出 都是一样 就说过所有实物资产 由于非常原因造成净损失 营业外支出 对于盘云 我们也说了存货盘云 怎么样 充管理费营 固定资产盘云 算差错 前期差错 以前连动损失调整 工程物资盘云 建造期间的充 半斤工程 你要是工程完工之后 营业外支出 这没问题吧 现金的盘亏 因为我们叫三人没有设计 简单说一下 还有现金盘点 也可能出现 现金盘亏管理费营 现金盘云 是营业外支出 这考试应该不会设计 就是你现金盘亏 有一些是日常允许的 比如说 到一些超市 一看 本来找人借九分 他好意思找九分钱吗 一毛走了 一分盘亏了 所以我们就寄管理费营 管理上也允许 盘云说怎么是 营业外收入的现金 人家应该是给你九分钱 你得说 那够一毛 那合适吗 所以那个多的话 算盈亿外收入 我们重点关注的盘云盘亏 还是一些实物资产 这一块 我们看下面例题 假公司年末 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时 发现丢失一台冷冻设备 该设备原价五万两千 以提折救两万 并以具体减制准备一万两千 经查 冷冻设备丢失的原因 在于保管员看守不当 经批准 有保管员赔偿五千 不考虑增值税的影响 我们看看会计翻路 盘亏的时候呢 就要把盘亏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 转入到 带处理财产损益 带处理财产损益 反映的账面价值 二万 介方借了一句折救 因为提了折救了 二万 固定资产减制准备一万两千 带固定资产 反映的原价五万两千 所以账面价值两万 那下面 报经批准 责任者赔偿的 反映到其他运输款 一般的来讲呢 从他的工资里扣 带房带处理财产损益 充掉两万 最终形成盘归净损 是一万五千 应急外支出 这个处理的过程 这一章简单做一个小节 我们要掌握固定资产的 处时计量 那这里面呢 像外购的 外购特别是分期付款方式购入 实际上具有融资性质这种情况 它的入账 以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 应该都要清楚 自行建造的 要知道自行建造固定资产成本的构成 一般考试说自行建造完成之后 然后接着就跟提折救 进行结合 对于气质费用这一块 大致知道一些概念 就气质费用的限制 应该记住固定资产的成本 然后对于预计负债 每一期呢 确认 利息费用计题时 也应该要贵作 对于固定资产的 后续支出 里面的一个固定资产折救 那我们当然要掌握固定资产的折救范围 要掌握固定资产 四种折救方法的应用 每一种方法折救我的计算 当然都要掌握 以及折救的快捷处理 那对于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我们要清楚 有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有废用化的 资本化的快捷处理时 先要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载件工程 有被替换部件 把被替换部件的账面价值扣除 相当于出现载件工程 有替换部件 以及发生的更新改造的支出 都记住载件工程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 由载件工程再转回到固定资产 转回之后 要重新的确定固定资产的 使用方法 粘性和残值 这我们要清楚 费用化的支出 直接把它记住当机损益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生产车间使用固定资产 发生的修理 应该是把它记住到管理费用 对于固定资产大修理 到底资本化费用化 看题目的说明 题目一定会说的很清楚 这大家放心 以经营资金方式 租入资产发生改良支出 反映到长期贷担费用 这也是一个资本化 以后进行摊销 这是这一部分 然后对于持有代售 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划分为持有代售的 三个条件应该要清楚 比如说 已经得到董事会等 类似机构的批准 已经和受伤方签订 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 这个转让会在一年内完成 这是必须要清楚 然后我们处理时 划分为持有代售的固定资产 那你划分持有代售 那个月提者就下个月不要提了 划分为持有代售时 要体现一个 供应价值减据处置分佣金额 与划分为持有代售时 账面价值输低来进行计量 所以有可能会对它提减值准备 然后划分为持有代售资产 在猎豹时 要作为流动性项目猎豹 就没有清楚 对于固定资产清查 又知道盘盈的 一千年度损益调整 盘亏的 那我们净损失 既盈外支出就可以了 好 这一张到这里 谢谢大家